不过去 这苏婉月也太能做了 简直就是个极品恋爱 为了凤凰男的仕途 竟然使了山设计当朝太子 做了太子非常不难做 竟然还能太子带着帽子 最后太子登基 苏婉月露了个全家邻居死无全世的下场 这件女主不行啊 作者到底贵贵些 实在不行 我上 鼓中了明清药 你快走 忍不了太久 我就是在做梦 怪不得大家都喜欢带着做梦 至于颜值 这身材 可 太可了 你还不快走 走 走 这是你心里吗 放心吧美人 我会对你负责的 哪怕是在梦里 本小姐也不会让你无名无分的 提醒 提醒贵妃娘娘 事成了 太好了 这下呢 变秧子太子就只能取那个祸害了 看他以后还怎么跟我儿征九五之为 走 赐婚去 太子殿下开门 这大白天的关门庇护 莫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先躲起来 我冲 哎 还是你藏起来 放心 有我呢 啊 本宫心里虽然失望 但事已至此 本宫也不是那等棒打鸳鸯的恶人 看来 只能 只能 臣女已死 谢罪 不是 我 你不用说了 我都懂 是我一时糊涂 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 臭宝 我先走一步 有缘 我们梦中再见 拜拜了 你了 你再不走就得公斗了 嗯 嗯 嗯 哎 七舅老爷 我看见帅哥了 嘿嘿 帅哥 能与我帅 哎 你 你 你们 你们谁啊 相公 婉月这脑子 不会是装傻了吧 婉月 你们家婉月 不会姓苏吧 嗯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卧槽 穿书了 这就穿了 婉月 你怎么了 你别吓你啊 哎 你等等 你让我捋一捋 我在家 看小说 突然 脑袋发热 然后 去看见帅哥了 我害怕那个帅哥 那个了 那个 我也不是梦吧 我的妈呀 不会吧 为什么偏偏穿越到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这可是方箭社会 未婚女子失身 可是要被金蜀楼的 嗯 坦白可从宽 坦白可从宽 婚女 跟你爹说实话 嗯 你是不是把太子给睡了 嗯 没有 真没有 黄贵妃身边的嬷嬷 可不是这么说的 就是没有 我问了 他虽然没承认 但也没否认 肯定没有 全没有 哎呀 又又又又又又 行了吧 死就死吧 死了说不定 还能穿过一句 哼 嗯 嗯 姑娘 太好了 姑娘 啊 你终于小痛了 啥 那个就是什么 屎克拉那小白脸 他有什么好的 啊 算你成平 那就是个吃软饭的怂宝 嗯 太好了 哎呀 菩萨终于显灵了 父王娘啊 求变咱京城大小的寺庙啊 奴婢也为小姐开心啊 就是 就咱小姐这身份 要把后公子都配得上 这屎公子他 算什么东西 上辈子 我父母早忘 从小就跟着开物馆的七九老爷长大 七九老爷是个操汉 这么多年 我都快忘了被人心疼的滋味了 哼 咱们全家 以后就住房女了 白月 啊 嗯 算了 哎 自从咱们苏家进了京以后 没有一天不被弹劾的 爹这颗脑袋呀 总感觉不安稳呢 如今好了 等你进了宫 咱们苏家在宫里就有眼线了 这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 你也好及时通知我们跑路啊 对吧 道理我都懂 但是 你们都跑了 我怎么办 哎 闻娘 做人要心心宽顾 凡事只要你想得开 这位爹 你要不看看 你在说什么 这掉脑袋的事 让我想开 再说了 这宫斗 有那么容易吗 万一我 嗯 确实是 哎 这万一 太子登基 我宝就是皇后了 嗯 所以宝啊 你得加油啊 加油了 真美娘 你说这是加油的事吗 你也不想想我之前 那名声 真是 嫁入东宫 是吃人臭梦吧 书里面 苏婉月江颂八户 可是京城有名的恶女 这两位 哪里来的自信嫁东宫啊 小姐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你现在的名声啊 可是一等一的好 整个京城 就没人敢对你说一个步子 啊 不是吧 难不成 我的内在美被人给发现了 想什么呢 就你的内在美 抱墓的都挖不出 这事啊 你得好好谢谢咱爹娘 你爹啊 把敢说你疯子的嘴啊 都打歪了 你娘 把蔡宁的御史都骂这么疯了 您不介人 真不愧是 您不封全 宛月 虽说这太子已经没人家了 但这事 他不好拿到名面上来说 所以 三日后公益选校 还得认不上 妹妹啊 你可得加油 咱全家的脑袋 可都痛你了 书里面 苏宛月的爹苏大强手握重兵 偏又不会钻影 得罪了黄贵妃一道 加索苏家灭亡 目前看来只有抱大腿这一条路了 至于大腿的人选 既然已经和太子圈圈叉叉 那就 决定是你了 Pokemon GETTA 别握着啊 乖宝 还拿着吧孩子 遇到危险 可以放声用啊 哎 娘 这选秀 带个大姿都是不合适 不如 我就带个肘子走吧 嗯 爹娘 请起说话 那我走了 哎 这孩子 哪里这孩子呢 还不是你没用 苏宛月 你还好意思呢 听说你和太子边相让理性 浪漫 不要念 也就你们苏家 能容下这段阿渣事 这要是在我们安家 早就进猪笼了 就是 一俩胡悲笑 丢人谢也 你们看 这是皇宫 谁不知道这是皇宫 还容你说 你们还知道这是皇宫啊 听你们这口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们家炕头呢 还让我进猪笼 怎么着 现在太子的主轮得到你们座了 你们是黄桂飞儿太后啊 欺软怕硬 什么东西 宣大利四亲 刘家之女 刘德华 离不时能 张家之女 张雪悠 公布时能 郭家之女 郭福成 一平大将军 苏家之女 苏万月 禁殿 来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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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起头来 苏万月 苏万月 我早晚要让你知道 窝里掌红的棋子 只有死路 怎么 有脸急的一来头热闹吗 来人 把他拖下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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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都要抽筋了 既然不接着我秋波 小福瑶 你给我等着 王文 是你 正好 我也不用去找你了 那个钱 苏万月 你那日为何要去撞住呢 破坏了计划 得罪了黄贵妃和三皇子 你让我一口如何在朝中立足 你如此不侮辱宗大主 推的梁儿在我面前一直说你好话 不是 苏万月 这两年给你的那个 算了 我不和你记住 我知道 你都是对我勇情至深 所以才如此不愿嫁给太子 我自然也不会辜负 不是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 你要不要找我老公看看 调皮 下月十五 我同日迎娶你和莲儿入门 对了 莲儿的嫁妆 你也为她准备一份 她家境贫寒 不过 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家长比你多一点就行 毕竟不能委屈了脸 委屈 我没听错吧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你可知莲儿多大度 本来就你这残花败柳之身 只配进我使家作妾 是莲儿苦口活心 劝我抬你为平息 你以后不能忘恩负义 必须事事以她为尊 对她值妾 这样不好吧 怎么 你不乐意 那就算了 等等 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等一下 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还以为多有骨气 还真是娘说的对了 女人就不能管你 一提前就转移话题 今天这一巴掌让你清醒清醒 还抬我为平期 还让我给你表妹准备嫁妆 还要让我直庆礼 你家没有镜子 也得有尿吧 今天我就让你找找记性 殿下 其余之事 你苏大小姐的性子 恐怕了 不会身把甘休的 传言不足以取信 我看她呀 倒不像什么恶人 胡将 胡将 殿下 是苏大小姐 他他他打过来了 慌什么 肯定是误伤 姑是太子 当街行刺太子可是死罪 谅他一步 太子太子我来了 太子殿下 你 你下去 我跟你主子有话要说 你下去 我主子不想跟你说话 你怎么敢坐这个位置的 这位置也是你能坐的 我堂堂一品将军服大小姐 我什么不能坐 我想坐就坐 这个位置你想坐 看来苏将军 可真是志向远大呀 我爹向来志向远大 这衣服的绣钩 可真是活灵活性呀 我什么时候才能穿上 这么漂亮的衣服 龙袍也想穿 好你个苏大强 这是派女儿来震慑姑吗 你找姑有何事 就是那天 我们俩的事 那天的事姑就不追究了 不 不是我 好了 毕竟你已经主动承认了错误 也创了柱子 姑啊 就算惩罚过了 姑身体不适 你退下吧 不是我 让你退下听不见吗 那你明天是你是不是 不是 那后天呢 也不是 明天后天到后天射击都不是 还不赶紧出去 天天都不是 那岂不是运势 你大姨放来了 你放 你 你 是 只能有福利啊 刚穿了三天 大腿没抱上 现在得罪了太后 如今又得罪了太子 怎么感觉这脑袋越来越不稳 未来堪忧啊 姑娘 女的最难的是隔城沙 今天你送一个手帕给她 明天呢 你再送一个香包给她 不出半个月 保证你把它迷得身份颠倒 真的吗 真的吗 哎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爹 你怎么来了 哦 这修的啥呀 这种 爹 你看我睡的这菊花好不好看 哦 原来是菊花 带小的菊花 这不还是只床 爹 你说话呀 说话呀 我睡不好看吗 我总不能 这个脸说瞎话 这个啊 这修工啊 都可以比肩宫里的修娘了 也没必说那么夸张吧 有些有点差距的 小姐 这帕子要不拿去给门壁洗洗 再送我看一遍下 哎 不用 这帕子上的每一滴血 都是我努力过的证明 记住 真诚 才是一种 必杀戟 是是是 必杀戟 这小姐 就是您这首诗的杀伤力也太大了 哎 你们不懂 只有这首诗才能彰显太子殿下无一无二的灵魂 殿下 也就您大度 苏大小姐在您面前说的那些话 拒拒大你不到 您就这么放过她了 苏大小姐掌于漠北 性子难免好买不去嘛 许是咱们误会她了 况且仅凭我一面赤词 也定不下苏家谋女的大罪 还缺席实质性的证据 启离殿下 苏大小姐 参与送来一个锦盒 好一个苏家 简直狼子野心 花开后 百花沙 这首诗是前朝反贼皇朝所作 这句我花开后百花沙 意味王朝之于她 就像百花与双一样不足为惧 好一个苏家 竟然给顾送这样的叙述 简直亲人太甚 不好了不好了 太子殿下 苏大小姐跟三王子妃在门口吵了起来 小姐 顺龙鱼鱼盾 您送出去的那张帕子 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这手帕上寓意高级的菊花 再配上那句我花开后百花沙 正是赞颂了太子殿下 舍我欺谁 霸气侧楼的气质 你品 你细品 这一组合 绝绝子 小姐 既然如此 小姐宁不如善意的 也去当太子府 说不定地下真的想你 有道理 殿下 别生气了 虽然苏婉月 搅了你和母后的菊 但错有错招 眼下咱们不是有个更合适的人选 的确 张大人家的庶女女人四空 只要她们今天 把她塞给那种央脸 再整个给她拆个野种 等十个月以后 一个混淆黄石血脉的帽子 就算扣她 到时候 小伯瑶就算肚死 那也得退层皮 哎呀 那不是苏婉月吗 她怎么又来找那个病样子呢 停车 走 你们看看 这不是苏家大小姐吗 听说 苏大小姐为了嫁给黄兄 不惜自荐整齐 结果 让黄兄白得了身子不说 还装了柱子 真是可怜啊 听说三皇子和东街的寡妇有一图 孩子都八岁 你胡说八道 怎么 你能听说 我就不能听说 你作为皇子 天天不忧心国事 就研究这东西长 西再短的 幸好你不是太子 你要是太子 我们大良人就不用痴女 吃瓜就行了 妇人的事还得妇人 你想拉财你给太子 没门 看我的 夫君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传言呀 可当不得正 谁不知道 太子从小起过 常年缠绵病怕 根本不能人道 说白了呀 就是不行 不行 你怎么知道 难道 你是过 血口喷人 皇兄 三皇子妃 慎言啊 你夫妇二人 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母后为皇兄 说了门亲事 我们 是来报喜的 好亲事 张家的庶女 也算好亲事了 既然是好亲事 还是留给你自己 太子殿下 可以收到成女 送给你的礼物 苏大小姐的礼物 可真是意义非凡 姑要请父皇 一同品鉴 果然你真能格宗杀 送了少怕 就要见家长了 苏大小姐 今天前来 有何贵干呢 我想和殿下 做一些良人的运动 岂有此理 光天化日之下 姑且会像你这样 没羞没臊 小果子 在 你先退下 姑要单独会 殿下 不可 苏大小姐 武功高强 殿下 请三思 不必说了 姑心意一决 是 姑到我看看 她到底有多少手段 来吧 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来 都说了双人运动 你坐着让我一个人 怎么动 站着坐 这是站着坐的 走呀 时代在召唤 跟着我一起坐 对不住了宝 都说双人运动 可以增加 你们感情 我会做的双人运动 除了单挑 就是管不体操 二选一 只能选这个了 听说 喜欢上一个人 就会心跳加速 不知道 有没有效果 好像是挺快的 应该有点喜欢吧 跳得这么快 肯定是喜欢了 一直这么快 会不会是人家 本来就跳这么快呀 这么下去可不行 看来 得下一季猛样了 二二三四五六 不是说挤一挤就有的吧 哎 算了 良善于无 苏大小姐 您请便吧 这人怎么回事 殿下 没事吧 不过是敌人的糖衣炮弹 不还顶得住 这人就刚出来那天 挺热情的 其他时候都冷冰冰的 怎么样都没反应 哪天热情 是因为他下了药 难道 真像三皇子妃说的那样 不行 不行 我苏婉月看上了男人 不能不行 我记得去旧宝林家 有个祖传立方 走 你们俩带我去京城最大的药铺 小姐 这就是咱们京城最大的药铺了 走 掌柜的 把你们店里所有的编都给我拿出来 编 怎么 没有 哎您就不用了 哎您就不用了 哪里来的黄沫丫头 竟敢如此放肆 你可知道我们东家 哎客官 你稍等 天上飞越地下走的 我让他们全奸了 保证骗子不留 走 走 小姐 这要终于做好了 你要不要趁热赶紧给太极铁铁铁送过去 百边散布 不同于其他 直接送过去 怕伤到子敦 不如 嗯 殿下 殿下 最近缩大将军服可能会大动作 啊 他们就如此赞大妄为 不仅如此啊 还有那个叫书画的丫鬟 居然试图买同后厨的婆子 打听殿下您的作戏 既然如此 我们将记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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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殿下 这也太过分了 他居然敢给殿下您下毒 奴才这就拿着茶水 面见圣上 不必了 殿下 您不能再包庇苏家了呀 我没有包庇 我都傻到外面了 茶水里啊 根本没有多少 都说完了 回禀父皇 儿臣绝无半点隐瞒 这其中 一定有什么误会 满朝文武 唯独苏爱卿 真是绝对的信任 怎么 有信 他们明白 今日朕有一祸不得其解 特情中外青来 疑似广义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先祭天下 这句话 秦大人 你搞得能不能直到点啊 打着我 无聊 放开我 尘何其痛 尘何其痛 苏爱卿 你来回答 陛下说的啥 不得其解 啥 谁解 苏爱卿 哎 呃 呃 臣以为 普天之下 莫非众生 呃 陛下想要谁解 就要谁解 哈哈哈哈 有路思文 好了 继续刚才的话题 亲爱卿 你来说说 没想到苏将军 就是这样的性子啊 没想到花甲之年 还能蒙陛下此验 此生无憾 便是今日去了 耶 耶 耶 哎 别验了 太多凉了 哈哈哈哈 看验吧 吃啊 御教 哈哈哈哈 别客气 哎 你吃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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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 嗯 哎 哎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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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 快出 快出 哎 小 我 成 自小 我 我家里就穷 缺于守山的 嗯 你不会给我计较吧 哎 你可都看明白了 唯父皇 苏将军的心眼子 怕是 在兴军战场上用光了 生活当中呢 静这般安置 嗯 嗯 战场上 他的确是个铁血汉子 就是 陛下 你要给维臣做多 陛下 啊 陛下 陛下 就算不喜欢小女 也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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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给维臣做主啊 陛下 给维臣做主啊 陛下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哦 苏将军 姑 一早进城 并没有见过领埃 可晚夜 一大早就进了太子府 听说太子喜欢是福田苏 老师三哥就出去排队了 你说没见过他 那他去哪里了 苏将军 魏正清白 姑和你一同寻找 姑也想看看 到底是谁 敢在京城行凶 百方斋的吴迪苏 赶着当初哥给太子送去 这还不得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李四 这不是去太子府的路吧 哎 李四你 儿啊 那贵人可说了 只要把小姐拿下 就能做将军府的上门女婿 你把药喝了 咱争取一次就怀上 娘去外面给你守着 哥哥来了 小妹妹 别害怕 哥哥活好 一定保证你舒舒服服的 一点都不痛 嘿嘿 可是 我保证不了 嘿嘿 你不是活好吗 你不用让本小姐舒舒服服的吗 你带着动啊 起来啊 来来老妹啊 小妹 小妹一直给别心跳 这小姐高难贵手 老板小的 你干什么 这里没人呢 你们不许进去 太子殿杀半餐 没准何杀无论 啊 来了来了老实点 老实 嗯 啥 啥 啥 哥哥 哥哥 音音是我的台词 你的台词是 哥哥活好 保证你舒舒服服的 说 说 哥哥 哥活好 保证你舒舒服服的 你躺尸呢 当流氓不会啊 快点 你还是第一次 哎呀 你别过来 别过来 过来过来 你就这样一下 再那样一下 就行了 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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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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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才来呀 啊 啊 你怎么对一个弱女子这么粗啊 你 也算弱女子 怎么不算呢 天子殿下 小姐她刚才枪破我 而且还怕我 给 我啊 你我还想过你 就你 你也看 好了 别闹了 苏正云还在宫里等你呢 屁肯 我 我 你没事吧 那句话也可坏了 你把我的拳头都刻成这个样子了呢 这 这怎么办 我 要是 要是 把太子殿下赔给我说不定生活会好得快些 这个魂球 陛下 陛下 心灰太子殿下 及时赶到 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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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你闺女就把人打死了 救命之恩 当与身相许 臣可请陛下 为太子与小女 赤婚 按说 这也是一段好姻缘 只可惜 瑶儿母后在世时 已经把瑶儿的婚事 托付给了她的亲戚 这是她的遗愿 也不愿违背 太子的姨母 那不就是当今黄贵妃 唉 家人们 谁懂啊 早知今日 当初就是打死 也不会拒绝黄贵妃的死魂 我会要在哪儿啊 好想噎死自己 瑶儿 别难过了 再回家 重上记忆 好走吧 以目前的居士看啊 本将军以为 想要嫁给太子的 只有她和黄贵妃 都跳过来 我看 黄贵妃娘娘慈美上 应该是个好说话 倒不如 我们直接去求 说不定 黄贵妃娘娘一高兴 就答应再来死 要不咱们给她立个重生碑吧 也好让她看看咱们苏家的成心 好了 行了 好好好 古人啊 真是疼不起我 你们三个真是三个臭鱼匠 顶隔猪八戒 还给她立长生牌 不如 我提早给她收点纸呗 还有啊 我的傻哥哥 你竟然觉得黄贵妃慈美慕善 你是不是瞎了 还有啊 我的老父亲 咱智商不够 就少了点用 咱少动点脑子哈 那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吗 能有什么办法 除非太子殿下突然爱上我 该我不娶呗 这绕来绕去又绕回来 关键不还是人家太子没瞧上呢 小姐小姐 嗯 殿下给您滴帖子了 什么 小姐小姐 太子殿下给您滴帖子了 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 太子说什么 太子殿下约我去 天天可以去 太不好了 没什么 真是得来全部费工夫 走走走 娘陪你去库房 选明天穿的衣服 哎呀 不就镜片而已吗 不过我们去穿那件西域贡品 百花灵沙衣吧 走 我走 就她了 小女子见过太子殿下 你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东西 求而不得 啊 那不就是你 以前有的 现在 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为你寻 只要你 别再缠绵 啊 小布洋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我的心 还轮不到你操心 你解除你的要求 好 这个是你说的 什么都行是吧 那我要手机 什么机 手机 那我要手机 什么机 手机 打电话用的 有吗 哦 这个我知道 手机 手上的机 在我们那叫小鸡仔子 没有啊 好 那行 那电脑呢 就是这么大一个屏幕 全天下的事没有她不知道的 这 跟豆腐脑一样 也没有啊 那 激动真假 就更不用说咯 乌从未听为世间有此起乌 莫不是你编的 哎 没听过啊 就是没听过 咕噜寡闻啊 就是咕噜寡闻 承认别人见识比你长 很难吗 小布洋 你什么都没有 凭什么和我谈条件 我苏宛月今天就把坏放在这儿了 只要你找到其中一样东西 我自然离你远远的 但是 在此之前 你确实让我离开 我真羞耻 哦 殿下 殿下 你这又是何必呢 苏大小姐 她愿意缠着你 那就让她缠着好 有她和苏家在前面顶着 黄贵妃 针对你都针对的少了呢 我本就命不久矣 何必搭上能无辜的人呢 狂且 我还没有那般落魄 需要拿一个女人 当当店牌呀 可是 可是苏家小姐她说的什么鸡 和那什么脑 好了 不必说了 爹 爹 爹 是什么事 那个 张一家的三小姐 她又来了 告诉她 我不见 让她有多远滚多远 这 看来不愿意真本是不行了 好在前世我刻苦研究 在语言艺术上 想想有所成 小样 撩死了你 小姐 你快出来小姐 别吵 让本小姐一个人静一静 什么 怎么回事 不是 因为我也不知 刚刚在天香阁跟太子殿下 说了会话就成这样了 一会哭一会笑的 母情之深便是伤了 这怎么办呀夫人 小姐她 她不会想不开吧 别瞎说 看你夫人我的 走 啊 夫人 这样能行吗 放心吧 你夫人我呀 母肉机就没有不成功的一准出来 婉月 娘在街上新学了个把戏 快出来看一看啊 胸口碎大石 出来瞧一瞧 看一看 我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地儿了 啊 来吧 夫人 那我就来啊夫人 哎 哎 哎 你们做什么呢 哎呀相公 你别管了 婉月啊不开心 我正表演胸口碎大石 和婉月开心呢 不闹 这多危险啊 呦 你能咋的准吗 我来夫君 我可是你亲老婆呀 你就是我老婆 我才不放心别人砸你啊 哎 吹下娘咪 相信 哎呀娘啊 这差点就丘陵变平地了 婉月啊 你终于出来了 娘就知道 你最心疼娘了 小姐 别以为你 以为你不要弄病了呢 别哭了别哭了 我这不是在研究对付太子的秘密武器 什么什么秘密啊 秘密 嗯 闺女都有秘密了 就是啊 哎呀 赶紧通知咱们儿子开会 哎 啊又开会啊 嗯 不错 没想到玩儿 竟有如此文采 不过呢 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恩寇文可不够 那也要抓什么 你都打听好了 想要抓住男人的心 要先抓住他的胃 那我娘抓住你的胃了吗 你娘 你娘抓的是别的地方 啊 爹 娘 我不饿 我也不是很想吃狗粮 爹 怪不得妹妹说你智商不够 就她那属于 抗体制毒 还抓人胃 抓人命还差不多 哥哥 不是 暂时 还没有 行了行了 你爷俩啊 没一个靠谱的 你出去吧 你出去 你出去 我出去 娘 好了 现在没有人打扰咱们娘俩 娘你要干什么呀 娘要教你几个 娘你也会武功 哈哈 娘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人不露像 该喝了量吃 嘿嘿 血封腿 站你十八点 儿啊 你的秘籍加上娘的武功绝学 一文一武 相信你这次必然能马到工程 站住 麻烦通船一下 我的电台子 谁啊 筷子是你咱在这种店呢 没看见这么多人吗 后面是后面是后面是 就是你谁 后面排队去 说你呢 他什么队也没知道 这我们的骨子 想问今天就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么多人 你这消息也太不灵通了吧 太子天下这一天正在为白马寺院代课 这些来的都是来请教功课的女学生 好吧 太子天下 这是黄贵妃娘娘让臣女给您送的绿豆汤结薯 放着吧 太子天下 黄贵妃娘娘她 黄贵妃娘娘有什么事情她自然会来找我 不必你在这儿过早 殿下 黄贵妃娘娘娘她说 下一位 是 都是平东西 小伯瑶 真是人不可能想 你也识字 肖伯瑶 你这么说话有朋友吗 说吧 来找我又有什么事情 当然是有事情要请教了 说 息子如今 傲娇鬼 我想买一块地 买地找中人 找我干什么呀 可是 我想买的是你的扫兵卡地 做学问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你就没有点正经的学问向我请教吗 比如 吟诗 做对 做对 我比较擅长做对 尤其是和你做对 确实很擅长 那你要跟我做对吗 做一对的那个对 不学无术 不知廉址 来人呐 送客 你 小姑娘 爱心 你回家伍德 小姑娘 请看 请看 吃那个 姑娘 你这 我要上学 你掌那 读书我的脑袋了吗 掌了掌了 脖子上面那个就是 我才看见 怪我 学习是好事 娘支持 想起了你的总父母的爹 就是个秀才 把生前舍不得穿的长衫 留给了爹 可爹不争气 没握上笔 握上刀了 哎 嗯 如今好了 你有志气 能继承祖父的遗愿 继承祖父的长衫了 哈哈哈哈 不然 嗯 把爹的长衫取过来 好 长衫来了 走着 我转着 哈哈哈哈 好啊 哈哈哈 爹爹你看我像不像你爹 你会这 爹子爹爹叫爷爷 爹爹子爹爹叫爷爷 天下 这么晚了还在看书 要不要那么猜 再为您点上一点的刀 谁看书了 你看错了 哟 这可是稀客呀 草包也知道上学了 不是嘛 这年头那你也想上枪啊 哪一台的狗叫 这谁家的狗也不算好 爸清早就放下来要人 你 你给我等着 什么草包 什么乱你 今天就让你们领域一下 什么是现代学吧 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我 难道还比不上这些古人吗 今天分当有什么 为了公平期间 同学们按照抽签回答问题 现在开始吧 能难到哪里去 被众手辱歌的事 鹅鹅鹅 取向向天歌 白毛 同长 波西波 就这 好 下个人 一筐鼻子 八十一文 小明买了五筐 请问一共花了多少文 四百零五文 回答正经 年明是四百零 白五筐都不给莫名 先生 下月苏晚月 大 下月苏晚月 大 周同学真是幸运儿 这道中文题已经许多年不曾有文抽到过了 如果答对了 就可以指明书院任何名夫子 单独不可 真的吗 但是我答错了 叫给兄人挑一个月的手 没问题 福子 这个字 这是传体的脏 那这个字呢 这是行书体的颅 我说你到底认识什么的 嗯 这好了把年轻人的标准发 哈 哈 福哥我要换题 你是姓人不是姓爹 你想后句话 说你打开的 打开那你就怪我挑鬼 之前跟娘学的功法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之前跟娘学的功法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占一十八丁 跌跌跌啊 小狗瑶 你懂什么 谁知道你要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 我手要扭了刚才没站稳 哎呦哎 好疼啊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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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要你就这么走了 不然呢 帮人蹦到底吗 人家胳膊扭到了啊 哦 你那什么表情 人家胳膊真的受伤了才不起来 说不定有人揉揉 就能好快点 确实挺严重的 对吧 快疼死了 那之前 你这个胳膊能拍多高呀 能拍到这呢 有我有 你不过天汗 是文不认证 是文不认证 我突然想起来 家里还有汤没有包完 我会叫这些包操啊 你干什么 我再告诉你一遍 你上次哪个不叫睡 不叫睡叫什么 我看你这儿不肯认证 那还不叫睡吗 电视里不都是那么演的吗 脱衣服 轻轻摸摸 难道 是我错过了什么 不可能 我可是会员 有什么内容 是我尊贵的VIP看不了的 以上都是陈女亲眼所见 下剑 竟然在书院里 公然私会 好个死完缘 几次三番打乱我的记录 那就别怪我心狠神烂了 同学们可以自由活动 半个时辰后 在东班的黄阳树林边几个 是 夫子 哎 你们听说了吗 太子殿下 在西边的老虎凌晨两次 一会儿 咱们就去偶遇 我也想见太子 就是 太子多好 是 有你在 你还像我一太子 小的美 小不阳 你在哪儿呀 快出来吧 别藏了 我知道你在哪儿 成小的 殿下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 竟然掉动了锦衣卫 苏家的丫头呢 他在哪儿 哎呀 殿下 这个时候你不去抓黄贵妃的短处 管他丫头作甚呀 大举威 这条人命 多了 你没见您在乎过 放肆 他在哪儿 在在城郊老虎林 你没事吧 还不快走 要走一起走 要留一起留 别拖我后腿 啊 一 二 ir 二 三 二 二 炷 二 你干嘛 我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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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殿下他怎么样了 太子的身体本就 这一刀怕是会影响寿元 什么 书中明写了太子肖宝瑶顺利登基长命百岁了 怎么会这样 难道是因为我的穿越影响了剧情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为了救你 太子殿下何至于生成这样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怎么才能救太子殿下 若是神医修元和尚在的话 或许还有一线生计 对了 你书家常年在漠北行军 对外伤可有什么特效药 好 那我去找找 若有结果 我定然双手奉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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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 在 怎么了 火就火了的 十万火急 爹 咱家可有治疗 外伤的特效药 哎 特效药啊 有 在你娘那 哦 知道了 这边这边这边 特效药 那就是我娘子的吹吹呀 嘿 不管受多种伤 只要我娘子这么一吹 嘿嘿 保证好的肛脏腿 快把外伤的特效药给我 你不说什么呢 咱家哪有什么特效药 是我爹说有啊 别听你也想说 那为什么我爹每次受了重伤 命迅一现的时候都能救回来 而且伤害好特别快 要说特别啊 你爹有一点特别 嗯 八字特别 就是伤生中的血后呗 对啊 据说穿越必备新手指 我会不会有系统 空间 我记得小说说 主角心念一顿 眼前场景就变了 那我也心念一动 心念一动 不会吧 毛线都没有一根 难道是我自己说不对 八能量 这把开门 马卡班卡 真的毛线都没有 仙丹这条路是彻底封锁 只剩下神医这一条路 神医到底长什么样啊 还得去一趟太子府 殿下 臣亲近毕生所学 同也只能维持殿下半年的寿命了 谁 啊 听见多少 我说 我有间歇性失控 你心里心 你说呢 赵远赵 救人一命 受到七级腹脱 老婆 腹脱脱 不差你这七级 小果子 我们可是旧相识啊 实不相瞒 在下有间歇性失明 对不住了 听你了不该听的 那就把命留下来 留下一个女孩子的方法有很多 比如你可以用心把她留下来 也可以这么没求把她留下来 为什么非要留下命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 好吧 我改变主意了 真的假的 在你临死之前 我先把你的舌头搁下来 别搁舌头搁 我指甲长了 搁指甲 废话 你骗 你听着 孤恩准你 在你死之前我满足你个愿望 那可以是许多个愿望吗 你说呢 真的吗 许什么愿望都行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君子 你想死吗 不行不行 不许 我许还不行吗 我想许愿 我活到一百岁 活到一百岁 这是你想就可以的吗 你不信 我可是很有自信的 我要是活不到一百岁 就任凭你处置 你耍我 我怎么就耍你了 你这样说话 我可真伤心的 毕竟我们是 不是 谁跟你睡过 你别胡说八道 怎么就不失睡了 你不要欺负我 不是老 就贵我 实在不行 我们可以 可以什么 可以 可以什么 可以 拜个靶子 俗话说的好 女人如衣服 兄弟如手足 你还真是会扫兴吧 我看 给你一个愿望都是浪费 别别别 你要不满意 实在不行 我就让你做衣服 你 好 那我今天就实行一下当爹的权利 哎 啊 小朋友 你混蛋 小朋友 你救命 你 你混淆你 电小苏呢 噓 西山啊 大西山啊 咱们太子服 又有苏婉月子了 这是 你们说 之前那个赵苑正 是不是乌长了 你们听里面这洞墙 啪啪的 哪像有事的样子 容易 你一定是容易 看来孤星星不错的份上 我啊 就准你活到一百岁 小朋友 你 还不快谢恩 你是屁股不疼了 还是不想活了 谁 谁不想活了 我去看看 让我出去看看谁不想活了 苏家丫头忙忙躁躁的 就这么跑出去 也不知道会不会磕了碰的 撞到幸福 鼓醉是爱民如子 嗯 这下什么意思啊 怎么从苏大小姐扯到爱民如子的呀 啊 啊 看 好 嗯 你 你 你们两个 我转带清楚了吧 小波瑶 你个死战狼死变态超战狼 哎 我说哥 这我公主让咱们跟着苏家小姐 什么意思 这你不知道 我可是听说莫北的苏将军有谋反之心啊 我猜 殿下竟是把苏大小姐当作突破口 让我们观察他的一言一心 从中找到谋反的证词 我跟你没完 你给我等着 果然最有决有事的男人最没了解 不过 尖尾的给我拿一瓶活性化鱼膏 来了 你收下 嗯 大夫 大夫 救救我女儿 大夫 大夫 我女儿正在指导死我了 救我一定要走回去 你一定要救救他呀 你中了有点迟了 不好治啊 大夫 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 啊 这不是钱的事 看你如是成心 老夫尽力于事 哎 你这样做个人犹豫卡越深的 妈丫头你懂什么 我 哎 有点滑 你住手 女儿 女儿 哪来的无辱夫 要不然你阻拦 我刚才已经把找到个家团了 起开 别当我救人 孩子还有一口气 我有一法 你可愿试试 好好好 我现在就这样能救我女儿怎么都行 这样都行了 这也太伤风百思了 就是看着也是大夫人家出来的 你懂什么大夫人家才 不是小二 你以为敲敲我都能救人呐 你这样让人把人救活我 好了好了 我出来了 出来了 好了 哎 醒了 醒过来了 我的天 还真救过来了 谁先啊 对了王大夫 刚才话说一半 只要人家把人救回来 你就怎么来着 我我我我没说 那不是不过是下马碰到死刀子 嗯 你不下 你是不下 不然连个耗子都逮不住呢 二人 谢谢你救了我女儿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个你自己拿好 我不像某些人 罔顾人命只认钱 姐姐先走了 拜拜 哼 哼 蜘蛛 请留步 我 你找我 你是谁啊 我是谁 应当看得出 拼一个小弟是 我不是一般人 你 你是盖方高层 呃我 姑娘 你没事吧 哎呀你这丫头去哪了 玉璽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家里说一声 如果不是你们书院的福子来家里我们还被蒙在鼓掩 嗨 你看你这不好好的吗 看 走吧 走吧回去 哎我话还没说完 哎等 乖宝 今天吓坏了吧 哎呀 爹 娘 受伤的是太子 为了救我受了重伤 嗯 哼 为你放心 爹 这件事啊 不能就干不算了 啊 爹给你报仇 爹 你知道这事是谁干的 哼 那些个小人 以为自己隐藏的很深 殊不知 早就露出了魔教 只不过 那人住在宫里 可能 可能有些麻烦呢 能有多麻烦 两万两够不够 嗯 够了夫人 夫人放心 这钱我保证让你活的 一种所致 啊 一切小夫 骗不成一时之 上上就下了 得两万 死去 由外科 定力就大最值得的 等我回来 走 爹爹 定能开选 什么 你说的可是真的 太子竟然为了救苏家尬小姐 受了重伤 千真万倔 刚才在太医院查了麦案 太子这次新烧家庭救话 就是神仙来了也难救 这只叫歪打正着 这是天助我眼 这是天助我眼 哈哈 赏 重赏 全功上下 月银翻倍 谢黄鬼碑娘娘 黄鬼碑娘娘 千岁千岁千千岁 对 来来这可是要做公子 还是你了解我 等我而登上九五之位 哎这就是太后后宫之主 哈哈哈哈 什么味道 刺客 有刺客 刺客 给我刺客 爹 你也太牛了 全国的损都让你给夺完了 嗨 这算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 那个人带着一天使 还找皇女告状去呢 哈哈哈哈 这相皇贵妃可是真臭名远播了 嗯 合着我两万两银子扔出去 就绷了那一身把吧 剩下的银子呢 孩子吃了吗 我就这么念了 说 你是不是出去喝花酒了 哎不是夫人你听我说 这事啊是虚虎他们办的 我哪敢呢 你还不成 哎夫人 啊轻点轻点哎呀 神医修园 你给我等着 不论天涯还是海角 我一定要找到你 宫主请留步 不客气 殿下 苏大小姐有好几日没来咱们府上了 是不是您上次 太粗鲁了 不来就不来 姑还求得来不成 有姑息的话 以后都别来 殿下 苏大小姐求见 殿下 是苏大小姐 哎呀 女人就是麻烦 让她进来吧 这这这 囤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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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囤的干什么 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们规矩的吗 丁天下 苏大小姐是来找找找果公公的 啊 啊 这其中 竟然是有什么误会 说不定是 苏大小姐 让奴才 给殿下 传话呢 奴才 这就去看看苏小姐 原来是这样 真是难为苏大小姐了 郭公公不必客气 太子殿下救我一命 他既然要找神医 我定然不会袖手旁观 这次前来 就是为了询问 修缘神医的长相 这样啊 您稍等 我去请示一下殿下 好 狗公公 你来说 我来话 那好吧 嗯 你听好了 好 狗公公 喝点水 喝点水 哎呀 弱得我口都干了 嗯嗯 画的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给你看看 你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 是不是很棒 就是这样 一张轩 其实难够用 你们两个 今天晚上猪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离魔五挂机的精髓 咱们不可以有丝毫的偏差 是 殿下 殿下 神医修缘 神医修缘向来神出鬼没 根本就没人见过他的样子 你为什么让我编一个 编一个长相 告诉苏小姐啊 真有事才不会闲着 才不会不思议想 给他的事做 省得他总为我救他的事情愧疚 殿下 你若是真喜欢 你就回了陛下 怎么说 让他冲冲洗 或者是陪葬 也是值得的呀 他笑得好看 就让他一直笑吧 寻人启示 不量不多 你们要责任而发 千万不可以浪费 天道酬勤 功夫不负有心人 无有余公遗山 子子 孙孙无穷信 今天有我苏婉月发寻人启示 找不到神医 不复还 有信心吗 有 好 走 这茫茫人海 上哪儿叫神医去 老和尚别闹 我这儿有正事呢 难不成 你见过神医 自然见过 真的 什么时候 你在哪儿见过 今天早上 照金子的时候 你就是神医修员 正是平僧 那你怎么证明你是神医修员 耍套医术来看看 胡闹 这儿有没有患者 耍什么医术 我这儿有 跟我走 你说的患者 可是大梁的太子 修博尧 你怎么知道 叫出来的 被这些医 开马屁没有用 贫僧行医有原则 其一就是不给皇家人看病 为什么 因为出家人不惹凡臣 跟贫僧不想参与皇室的斗争 阿弥陀佛 当真如此 当真一点回旋御地都没有了 出家人不打狂语 说一不二 那没有办法 看来今天只能以德服人 阿当 有句古话 叫使习武者为君子 眼下各种情绪 我相信一定能敲开 可笑的 你好好考虑要不要跟我们合作 我们不会亏待你 哎呀呀 你那么大胆干什么嘛 其实我 我佩服你的骨气 其实不好意思 我是不可以 哎呀 早点这么说嘛 来来来起来 你看这事闹的 不是说话 你们也不跟我说话的机会 对对对 我的错我的错 要不咱现在就去太子服 等等 我没说过要答应 那你怎么才能答应啊 爱律师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什么 劝人学医天打雷劈 我觉得 我们还是以得服人 哎 等等等等 其实不败我为师 也不是不可以 你得跟我打个赌 打什么赌 你先说 你答应不答应 你先说 打什么赌 我就赌你 今天有识之前 能不能做成三件好事 三件好事 就这么简单 就 小姐 那老和尚是不是骗咱们呀 这哪有那么多好事做呀 哎呀 这不就来了 哎呀 老奶奶 你是不是要过马路呀 来来来 我帮你 来走 走走走走走 哎 清潔 过机场 这是第一件啊 哎 来来来来 老奶奶 来来 这是第二件啊 帮我机场 大黄 你管这叫做好事 哎 我 我这第三件还没过呢 你管这叫做好事 老奶奶不马路不算好事 饭是饭 但起码人家得是自愿的吧 那你也没说 好 之前是我没说清楚 算你一件好事 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必须是关乎江山设计 立国立民的 才算好事 这 上堂照去啊 小姐 我看了兔驴就是故意的 关乎设计的事都是在朝堂上 哪轮到咱们 就 哎 走 有了 咱去交费 我说小姑娘 这眼看就是生时莫了 嗯 要不要认输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此处是我开 此处是我在 要向投资过留下小娘子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 正合我意 走 小娘子 赶紧哥哥们上山 是不是想玩点刺激的 你要这么说的话 也对 那待会哥哥们一起上 你应该不建议吧 也行 谁这也不早了 早点完事了 早点下山 想走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留下来给老子当压代夫人吧 对呀 压代夫人嘛 走 老大 你看咱们带啥回来了 好啊 我们竟然把苏大强女儿绑了 这早妙啊 不仅能让哥几个乐和乐 您啊 搅拌下大雨的兄弟 对对对 我们就是认出 这是苏大强的女儿 所以采访 是啊 老大 您可是不知道 咱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你那九牛二虎 在哪呢 哎 你别偷急嘛 哎待会呢兄弟只要给你来 禁止一下 小娘子 你爹最近可抓了我们不少人 哥哥的胸口最近有点闷 不如你给哥哥揉上 你不会以为我毫无准备吧 哈 我们兄弟行走江湖多年 什么大同大浪没见了一点毒粉不要 还能拦得住我吗 我劝你还是省省吧 别瞎这个 不可能 这药粉随我南征北战多年 从来有过败迹 不信你就试试 我让你死了这条西 试试就试试 我的眼睛 我的水 宝贝你给我水啊 我水 你 试试 让我 试试明白 这到底是 什么毒 鼠中特产 七星焦 走快点 刚才接到的时候不是挺精神的吗 有时已到 这才两件好事 你 输了 不 我没输 我要做的第三件好事 这画面上是什么意思呀 那是苏大小姐 骂您的话 那这画上的刀枪剑戟 还有这些脚啊 手啊 是什么意思 启禀殿下 那是苏大小姐 给你安排的下场 他这个胆子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大呀 你做的不错 小果子 赏 是 他这两天怎么样 回 回殿下 苏大小姐在东山找匪呢 手下回来前 他就跟着 啊 跟着几个土匪钻小树林呢 什么 百驾东山 天下 殿下 殿下 您的身体要紧 像这种事情 叫给下面的人去做就好了 这第三件好事 就是接下来你能够帮我做的事 你是说 旧太子 没错 就是旧太子 于国没有一个胸怀天下的君主 左坛江山设计 于民没有一个人正爱民的君主 和坛安居乐业 旧太子 难道不是全天下最大的善事 你又怎知 那肖伯瑶 是人正爱民 胸怀天下的君主 我就是知道 而且明眼人都看得到 太子出行皆从简 但是他每年捐助好些个贫困学子 那 说不定是他虚伪 就 笼络文臣不个好名声罢了 那他名下的医馆 每年给穷人 试周试药又怎么说 殿下 苏大小姐是怎么知道你的这些事的 这些事可是连陛下都不知道 肖伯瑶 母族衰弱 他只能用这些小手段来笼络一下人心 也就你这个心思单纯的人会信罢 哦 你错了 太子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他一个将死之人 在乎这虚无缥缈的名声做什么 他做这些 无非是凭良心二字 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的 这么好的太子 要是因为你的原则死了 你就是全天下的罪人 你还做什么和尚 我祖都不会原谅你 走吧 哎 走吧 为父 客人要到了 师父 这是我给你请来的神医修园 怎么样不厉害吧小布瑶 厉害 有劳了 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只是一点小毛病 对于你这种神医来说 那岂不是手到擒来探囊球枪一举啊 什么意思 我花钱买你歇一会 秀妍神医 殿下到底怎么样了 您倒是说句话呀 殿下的病 异常凶险 但是 老头你说是不说 你不说我现在就去回家敲阿德 但是呢肯定是有几个办法的 叫你容我回去斟酌几天啊 想跑 太子府里有很多空房间 不如你就在这儿斟酌斟酌吧 小果子 这给我们的神医修园 阿海街靠堡 小的遵命 去吧 来 神医 来 这个也行 来 万元 不管神医是否能治好我的病 多谢谢你 你突然对我这么客气 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我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小企图 如果孤的病可以治好 我们 可不可以 天下 大叔说 大叔说今天的鱼没有啊 可不可以吃虾 行 好嘞 我 我是说 哎 天下天下 那个今天的虾是胡烧的还是干爪的 滚 好嘞 滚虾球 我 我 可不可以 嗯 欲言又止 八肠 是有什么爱人隐的 我 你是不是变了你啊 二肠 江东洋 你恩将冲锅就不在 再这么下去 咱们府上岂不是要贴心丁 嗯 嗯 买吧 怎么走 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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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都半个月了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这个 别这个那个了 我告诉你 初里的那个可是未来的皇帝 你这四舍五若 这三舍 算七军 哎呦我的小祖祖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你懂什么 他种的是七寒之毒 加入这下来外伤 这是生死无生之症 Pride kein 你是螃蟌的神艺 我求你 求你救这太子殿下 他的 哎呀 八极 他要真没什么办法 早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他那个在这活 starts � yıl 何该用是我� göra 真了解我呀 别扯这些有的没的 说吧 接下来怎么治 此病确实无险 不过 经过我半个月的刻苦研究 我已经研究出了 如何解这寒毒 但是 这里不用但是 但是要想根除寒毒 必须要用银针自学 再用药汁填入全身 七十二数学位 可是这几天我苦思冥想 怎么也没想到 如何做到 同时 没错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 这 很难吗 银针自学 让药汁顺着银针进入你的学位 完美 奇才啊 真是个学医的好苗子 丫头 这法子你是怎么想到 嗨 就随便想到的嘛 你干什么 这样 看我说不 啊 不不不 我是说这样能让药汁更加顺利的进入你身体 太自体内的阴寒之毒已经排得七七八八的 只是腿上还有些许 再休息之日便可痊愈了 着 老夫在此先恭喜殿下 奴才笨手笨脚的 这个差事还是让苏大小姐你来吧 当然奴才也不是不可以按一下 但是我这手法自然是比不上苏大小姐 可是你来吧 真的吗 先下去了 苏婉月你这都快半个时辰了你还没有好吗 哎神医不是说了吗有节节的地方要重点柔案 可是他说了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不再说你按的是节节吗 不不是吗 怎么不是呢你看这一块一块的还硬邦邦的 我猜呀这里肯定有节节你放松啊我好好跟你按啊 苏婉月差不多行了 这次丫头太磨叶了再生下去了 你懂什么这关乎你的高股定理要是有一个差池你的三角就不函数了 是是吗 那你快点先 谁说收了下门数学就没用的扯淡明明就很实用 哎有老鼠你别动我给你打他 啊 这次不一样先叫的居然是殿下 不过苏大小姐和殿下也真是的这也太频繁些了吧 哎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你让我看看 啊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走 哎呀你不要会去记忆你哪里不舒服我现在就去找神医 你不去你不用去 啊 啊 怎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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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别去 你得管你去爱打吗 小国有加莫难 动不动作微信人 铁锈不打孤不打 否则我废话他 哎 快点 谁惹你生气了 谁是你徒弟 再说了 那一个和尚懂什么感情 这话说的 这是我们出家人最懂感情 因为我们永远是局外人 所以看着最客观最公称 好像有点疼 嗯 阿弥陀佛 这事先一切无非就是恩怨情仇吧 你去报就好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如此洒脱 岂不快 可是我打不过的 不过呢 我门中有洗髓大力丸 只要吃 瞬间武功大增 真的 附家人 不打狂 那你快拿出来老头 想要拿到我门中米药有两个条件 一则拜我为师 二则 我选二 我选二 你 确定 第二条是要通过我门中的试炼 我门中试炼 门人三代都未曾打斗 你 可确定 我选试炼 嗯 你什么呀? 我的女生 我的女生 我选择 我选择 给寡妇淼水 给寡妇淼水 给寡妇淼腿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样吧 你那个咬完给我准备好 我去救回 师父您终极一声未尽的挑战 今天就要被您的徒孙达成了 您终于可以喊笑九泉了 小博瑶 你给我等着 等着我给寡妇添碗水的 派人跟着点 认得很好奇 别准什么危险就行 是 你这么张扬去吗 我要不想要 你男朋友让我限插一个有 就就在这儿吧 帮帮 你知道王寡妇在哪儿了 他给我拖新的那个院子就是 他跟着你的院子好找得很 见了啊走 哎 你怎么知道那寡妇姓王 妈妈 黄寡妇在家吗 我来做好人好事了 嗯 没事 你俩忙你们俩的 啊 不用谢我做好事从来不留名 如果说你非要问的话 好吧 我法号修缘 阿密陀佛 再见了 修缘了我和尚 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亲眼看着我完成的东西呢 不是这就完事了 这个就是吧 是不是给我快给我给我 我 好像真的有效果 欢迎欢迎 等我回来庆功啊 走了 杨过期了 哇 哇 修缘神医 你可真是妙数回春啊 前太子殿下和苏大小姐最多也就一刻钟 现在我数了一下有半个时辰 你可真是神了 啊 那个 我有车 先走 苏家姑娘是怕的吗 就说 我去运医活了 啊 休息神医快 神医 哎 真是个怪人啊 死你头 什么大力丸 都是骗人的 哎呦 消不咬 你给我等着 早晚有一天 早晚有一天 是姑娘留步 我家主任什么楼上的事 是你 嗯 是我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哎 看你眼睛那么红 是又被消不咬欺负了吗 你懂什么 打是亲骂是爱 哦 是吗 既然你们关系如此亲密 那黄兄为何向父皇举报 苏将军谋反呢 你说什么 啊 我那可爱的黄兄 没告诉你吗 他早在上个月 就向父皇举报 说你言语不正 还说苏将军企图谋反 不应该呀 你胡说 至于我是不是胡说 你不妨看看你背后 那两个一直监视你的人 药杀药果 西庭论变 我是不会出卖主张的 别在我们身上 白费力气 嘴硬 嘴硬有用吗 苏大小姐 这还认识吗 你这是挑拨离剑 至于我是不是挑拨离剑 还请苏大小姐自省给你 这两个人 我给你留着了 他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萧博瑶 真的向皇上举报了我爹谋反 三皇子严心逃到我都没招 觉得我会告诉你 我可以放你们走 但我只有一个问题 他派你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难道 真的是派你来接触我吗 小姐不好了 小姐不好了 咱们大将军被刑部的人抓走了 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闺女你可算回来了 刑部的人进幅收到一个账本 把你爹给带走了 说是梁州知府 举报你爹他们正在垮 什么怎么可能 咱们一家一直都在墨北 我爹他估计连梁州在哪都不知道吧 就是 再说 咱爹他也不识数啊 他连什么是账本都不知道 怎么能做出来 不是假装 可偏偏装装见见 都指向你们的爹 认证物证齐全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狗怪 我就是快马家边去梁州 把那个知府抓回来 被打到回头了 什么不可 不行你是武将 不能擅自离京 这梁州城 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 不可 闺女 他们连你的爹都敢喊 你去 不是羊入虎口吗 谁入谁口 还不一定呢 对吗 不行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不是 太子鼓的果公公在外求见 果公公 救星来了 太好了 快请 慢着 不必要顺利 没想到 那太子就是这种人 婉月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哎呀 这种小事我骗你们做什么 总之 现在 什么人都不能信 只能相信自己 看来这趟梁州城 我是飞去不可了 来人 干嘛 鬼女 路上一切小心 嗯 苏月 我们谈谈 你的伤已经好了 救命之人我也已经烦了 我们之间 没有什么好谈 小姐 都好几个岔路口了 太子天下一直跟着咱们呢 你说啊 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哎 小姐 你过来 你过来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我想干的多了 你 你不是说你不跟我说话的 怎么样小姐 太子天下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哎呀 就是 男生和女生之间那种 不可能 我跟你说 他要是对我有意思 怎么可能会陷害我爹 再说了 之前知道他那么久 一点反应都没有 怎么可能对我有意思 或许 人家想明白了 哎 肖伯扬 怎么是你 你怎么跟着我干什么 你到底是不是暗恋我 我都说了 咱们俩没有可能啊 从你举报我爹的一刻开始 我们俩就没有可能了 苏大小姐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没有跟着你 我呀 只是奉父皇之命去京城去办事 啊 那今天太巧了 哈哈 你当然休息了 我先走了 拜拜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真的没有跟着苏小姐 嗯 为什么要走小道啊 我们车不落都陷下去好几回了 原地不是走官道吗 你不说话 来 你拿 你当下吧 对 啊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 要吩咐你去办 啊 好想失忆怎么办 我是弱智吗 直接跑上去问人家是不是暗恋自己 都给我小心一点 殿下说了 梁州案的关键啊 可都在这里面 梁州 卷宗 苏小姐 我们可没跟着你 我只是路过 等等我 苏小姐 您这是 可有点事找你们殿下 我们殿下 正在看公文 不方便见课 要不 您再等等 啊 也行 那您帮我通报一下 我在外面等一等 谢谢公公公 这天也不早了 要不您先进去吃点点点 咱们边吃边的 也行 那就先吃东西吧 好 走 苏小姐 走 苏小姐 李公公 我们殿下忙完了 请您进去 好 我这就去 啊 太子殿下 我想 我想接这个机会和你说清楚 我没有去报你的父亲 至于是谁去报他 我想挑拨离间的人最清楚 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会相信吗 你不信我不怪你 毕竟陷害我的这件事他们做的太熟练了 我也习惯了 我只是不想你误会我 你来得正好 你过来 你看这里 这儿呢 与你父亲书房里搜出的证据是一定有出入 虽然不能作为翻的铁证 但是那条定罪链的证据链 已经出现了裂痕 谢谢了 殿下 殿下您怎么样了 殿下 您这身体刚刚恢复 神医都嘱咐过 让您注意休息 你看你又忙这么久 又没吃饭 一定是胃又疼了吧 没关系 忍一忍就过去了 要不你先去吃饭 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看一会儿就好了 不行啊 卷宗是我带来的 你是犯案的家属 按理来说呢 我不能给你看他 可是我既然给你看了 我就不能把你和卷宗留在这里 那不如这样吧 我反正也没吃饭呢 我请你吃饭吧 就当是报答你请我看卷宗 这不好吧 殿下 您就别推辞了 也别辜负苏小姐的一片心意啊 不是我 那好吧 那好吧 你兜了这么大一圈子 就为了让人家主动邀请你吃顿饭 你还推辞 又能耐你背去啊 我要个大肘子 再要一个小肉丝 哇 小两子 分素搭配 天生一对 去这个 我这里还有一些卷宗你不看了吗 那好吧 这些卷宗啊 之前是正在两管用的压解记录 我是通过私人关系才搞到手的 这本就是承堂中共之一 所以不方便一直放在手上 还有一些呀明天就要送回京了 那我还是打扰一下吧 我的房间一里有事呗 你去了不方便 呃 那怎么办 没办法了 我只能去你房间了 啊 哎 不行 哎 哎 嗯 也很晚了要不也先回去 確實都老了 好吧 那我就 不陪你了 你不是我不是那個意思 你有什麼事嗎 沒有 沒有什麼事 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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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來了小姐 坐 你幹嘛了 努比剛剛聽車不馬五說 一會咱們要趕上一天一夜的路 才能有地方歇腳呢 所以努比想去給小姐背一些點心 這就出去了一趟 辛苦你了 但是 我想問 你知道太子殿下 是什麼時候走的嗎 太子 營事初的時候 那時候小姐還在那睡覺呢 努比剛想去把小姐扶到榻上來 就被太子殿下搶先給 搶先什麼 搶先把小姐抱起來 抱到榻上 那然後呢 她呢 她去幹什麼了 她 嗯太子啊 對 自然是走了呀 哦 哦 小姐 您是在期待些什麼 期待 我才不會期待什麼 當然是期待您和太子殿下 哎呀無聊 嗯 誰秀的帕子 誰秀的帕子 這麼吵 啊 我秀的 蘇百香 看來一直是貼身放在的 賣水果 賣水果 新鮮的水果 新鮮的水果 您走好 蘇小姐 我的馬車寬敞 你要是還想看棕卷的話 可以到我的馬車上去 不用了吧 哎 哎 對了啊 昨晚的事我 對了 昨晚 什麼昨晚 什麼昨晚 你胡說什麼 我們什麼都沒有發生 你這麼緊張做什麼呀 我也沒想說什麼呀 我只是想說啊 昨晚 我的帕子不見了 你有看到嗎 沒有 沒有 哎 你幹什麼 撒謊可不好啊 小朋友 啊 咱們到下個客廳還有多久 祈禮殿下 最少還得一天一夜 他們的馬車那麼小 睡起來應該很不舒服 啊 那要不要請蘇小姐 上個馬車上來坐坐 不必了 他不會打 哎 那怎麼辦呀 那就讓他們主動來找殘墓 哎 你你怎麼了 沒什麼 只是感慨殿下 是如此的英明 媽我這怎麼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這車子突然間就斷了 我廚房前明明檢查好了 這 修過好了嗎 修好是能修好 這實際都做不了人了 只能到前面這時候 把車頭換上去 怎麼樣 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這還用問 那車肘不就是你親手弄壞的嗎 我的馬車肘壞了 哦 我我可不可以搭你的馬車 你放心 我只坐到前面正子一段 那好吧 你別過來 我不是那種隨便的女人 就算是為了我爹的案子 我也不可能把身體汇油給你的 你的小腦袋每天都在胡思亂講些什麼呀 我只是覺得有點冷 想關窗子而已 我的腳趾頭快修裂成建筑師了 我的腦袋怎麼一遇上下不搖 就想起有的那死 都怪他 一定是他講得太妖孽了 打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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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还说你对我没有企图 你要是对我没有企图 我怎么会睡在你旁边 这就得跟苏大小姐你自己了 你该不会想说衣服是我自己拉开的 手是我帮你放进去的 那我自己拉开 他也有客 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信了 既然你对我误会这么深 我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了 昨夜我命人连夜为你坐了新的车 回自己的马车上去吧 那我 那我谢谢你 哎呀我昨天就塑皮了 是人家一心 我人家这里 哎呀我 小姐 小姐那个是你画的 那是什么 还三十一厅呢 这些日子小姐的脚可是越发灵活了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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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小布瑶 哎 小布瑶 哎 小布瑶你等等我呀小布瑶 不得静啊 出发那天还是太子殿下追着我家小姐跑 这才两天啊 这才两天啊怎么被食病啊 就不要 就不要 哎 反正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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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不敢去 轻而听到果果物说把人给我看警供走找太子殿下去啊小姐 忘了呀 太子殿下这还是你气死 有办法了 好 上次我修的帕子他们都很满意结果呢他还不是提身带着这次的早餐他明天也一定喜欢 你好呀各藏服務請開門 小木耀你快嘗嘗這是我親自餵你熬的湯 這是什麼湯這是我自創的鹹魚紅豆雪莉鹹湯 好喝吧這很難評我只能說 包得很好一下子不要再包了 那你還生氣嗎這個胖包的我一點脾氣都沒有了 你家主子的湯你喝過什麼味道啊 看殿下的表情我很擔心啊 我可沒喝過那個我們家老爺喝了 那你家老爺怎麼說 我家老爺說這湯挺特別的 有種如雷逛耳的感覺 聽說在太子殿下的英明領導下 您的手下抓到了一位兩周岸的關鍵形成人 是有這麼個事兒 那個其實呢我對審訊也有一定的造詣 不如 蘇家小姐呢 我們剛剛說可以讓她親自守護三人 她蹦蹦跳跳的就走了 您沒看見 蹦蹦蹦跳跳看見了 蹦蹦跳跳看見了 蘇大小姐是不是走錯地方了 太子殿下讓我來的 不信你們去問她 這個犯人很重要 不能再使用刑具 押解回京之前不能死的 沒事我去看看 怎麼派了個小娘們過來 是要來賄賂我嗎 倒也不是不可以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聽說過板燒這種心法 就是把你放在火上烤 然後呢你就會像豬肉一樣滋滋的冒用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呵呵我不怕 他們剛才說了不會讓我死 哦 板燒啊 最有意思的就是不會傷及內臟 你呢也不用擔心自己會死 而我會適時的往你身上澆一瓢水 然後啊你的肉就會在鐵板上 咕咚咕咚的 冒泡 不要不要我說我什麼都說 什麼好不容易抓來的犯人 就這麼死了 你們幹什麼事呢 好了 死都死了 說這些有什麼用 不過 既然有人 來殺人滅口 這說明 我們調查的方向沒有測 這也算個好消息 哇 輕鬆穩定的男人有點帥 怎麼回事 好了 都退下吧 蘇柏月 你留下 你叫大名了 我會是要單獨懲罰我吧 小果子 小姐 你保重啊 這人 不會是又想打我吧 萬月 是你 想入知府衙門 尋找真正的帳本 太子怎麼了 買什麼幅 他這個太子能當多久還不一定呢 就是 要不是三皇子 嘘 知不知道隔牆有耳 這幾天你都給我驚醒了點兒 你讓害子的人讓他控制 小姐 可算回來了 可怕弄被擠死了 本小姐是誰啊 怎麼可能會出事件 怎麼樣 有什麼收穫 帳本是沒找到 但是有一個意外收穫 你猜是什麼 我找到了幕後主謀 老三 你怎麼知道是三皇子 除了他 還有誰會不遺餘力的挑撥啥的關係 咱有什麼關係好挑撥的 你說呢 我有什麼好說的 我說我困了 小姐 太子殿下跟您說什麼 還能說什麼 就欺負我唄 不過在梁州城 我們還得依仗他 這筆小賬 等到回京城再給他算 哎 大娘 他們在說什麼呀 姑娘 你有所不知 他們是沒有見過 像姑娘 這麼大膽的 有如此容貌 還看大一大百 走在大街上 這是什麼規矩 長得好看 還不能出門了 這您就不知了 我們梁州 有位知負大人 他有一個愛好 什麼愛好 自己不娶媳婦 專蹭別人家的 這是什麼愛好 小姐 您別怕 您可是將軍府的大小姐 亮他們 將軍府的小姐 有什麼了不起 就因為她是將軍府的小姐 我更有弄 大人 這是黑人 如果三皇子 此次世辰 那蘇大小姐 不過是醉成之女 我玩了 也是白玩 如果此次三皇子 失敗 那蘇大小姐 就是將軍府的敵女 把她弄到手 就是將軍府的姑娘 左右都不虧 不玩還不玩 大人 英明啊 去 把猴六叫來 對付小美兒 可不能用牆 這次 我要演一出 英雄救美 這誰的銀票啊 這誰的銀票啊 這念頭 還有人嫌銀燙手 幾位兄台 跟我一路了 請問有何貴幹 呦 膽子還不小 知道哥哥跟你一路 還敢往這巷子裡跑 既然你這麼實際啊 那還錢嗎 還錢 還錢 裝什麼算 我這裡白亮 不還在你懷裡嗎 我跟你說 你要不給 哥哥哥親自摸了 你說這個呀 給你 你敢耍我 我告訴你 現在連本代理 你得給我五百兩 五百兩 沒錯 就是五百兩 哦 那好啊 五百兩是吧 你不是要錢嗎 姑姑奶奶給你 你咋不是我欠你一個億呢 我在風度銀行給你開個戶 你找也要提款去唄 行不行 住手 走 住手 光天化日 還有沒有王法 這個 怎麼 你也是來救這貨的 那人 救我 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是來救這種地痞無賴的 你還知道這是地痞無賴 那你還不趕緊把他抓起來 縱容他作惡 你這官到底會不會當啊 蘇小姐說的是 臭丫丫 還敢教訓你 看我一會怎麼收拾你 既然我說的對 還不趕緊把人扣上 當官還用我教 那你送我給我好了 是是是 蘇小姐說的是 您說的都對 您受驚了 這樣 我在府上給您備下韭菜 還請您一定賞光 賞光 府上 這樣的不在衙門 就肯定在府上了 好啊 正好啊 我也有點餓了 好好好好好 那小的給您帶路 來這邊請 許同志太子鐵影 在下王鵬 大鵬展翅的鵬 第一次見面 這杯酒 近蘇小姐 第一次見群吃飯 請在臥室裡 王大人還真是喜好奇特 不過呢 我這人也有一個奇怪的習慣 我吃飯的時候 不喜歡別人看著 呵呵呵 正合我意 想要鑰匙 在我這呢 大人 你這是什麼 不是不喜歡別人看著 我也是 今天啊 咱倆就好好玩玩 小美人 哥哥我 很會疼人的 小美人 你就別反抗了 哥哥我 很會疼人的 香 真香香 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我就成全你 你別得意 以後你做自我介紹 就別再大鵬展翅了 你還叫王鵬 不過是朋友的鵬 欠人 別得意 你已經中了我的迷心傘 三個時辰之內 不有人交合 就會暴體而亡 哈哈哈 你揍你古奶奶 打死你個不孝子 或是 mummy 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嗯 小夫 趕快 洗我的醫衣 此毒药可獻 除非 與人交互 事態緊急 還請早做學斷 小祖宗 你可别闹奴才 奴才是 我想包换的 真太监 小人祖籍梁州 乳孙三代行医 家中略有国产 小的 小的不绝 我还用作自我介绍吗 你就不用了吧 你祖孙三代 我都认识 本来你大病出狱 我是不想麻烦你的 那你想麻烦谁 既然你这么主动 那我就 根据不用从事了 你不解读了 我早就吃了 沈尼师傅给我的解读完 其实只要翻翻汗就行了 那你现在就可以 我翻翻汗吧 幸福你了 想占我便宜 没门 这次好激烈 不愧是吃了肉的 殿下 要不要给您和苏姑娘倒点水啊 那被点吧 正好高明冻完出了点汗 好嘞 我就说嘛 地下每次那个都会无事 对了 我给你那个账本 你看了吗 我确实发了一下那个账本 我查到这个叫往往的 在位三连 这管得到的 不能说一坨狗屎吧 最起码也是狗屎一坨 有了这个账本呢 苏将军案子就可以翻了 那明日 可否和我一起回家 那谁自然 小姐 小姐您没事吧 太好了 舒嬅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这是被谁伤着了 小姐 奴婢该死 小姐让奴婢去送信 没想到半路被人给掳走了 好不容易逃出来 就直奔客栈 找太子殿下求救 碰到果公公 说你早就出来了 小姐 你没事可就太好了 否则奴婢万死不得其救啊 回来的就好 别再说这些丧气话了 等回了京 小姐给你报仇 黄带 连殿下的马车你都敢 您这是活 您这是活 够了 少他们给我装算 把账本给我交出来 否则今天 你们谁都别想走 呦 这不是王鹏 王大人吗 怎么 来给你的鸟报仇了 小贱了 今天谁走你都别想走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老子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难 就凭你 再加上老夫呢 哈哈哈哈 天太傅 我们好久不见的 啊是太子殿下 好久不见 你就听老夫一句去 你天生体肉 不堪未必 不如讲太子之位 仗义三皇子 一省着朝堂之上 再起封印 小说一残害手 这千万灾民于不顾 这就是你口中的明朝 不是殿下站着太子之位 那三皇子怎么能用 灾民的救命前来构险 殿下 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啊 歪理邪属 秦太傅 你作为三朝元老 北英匡扶正统 却在此助纣为虐 微乎作差 不知将来你下了九拳 有何连面见我 大良力的先帝 我 我 三皇子 登基成了一代明主 先帝自然会理解 我今生死 歪理邪属 不许动 小姐 对不起了 舒嬅 为什么 你七岁那年差点被冻死 是我娘叫你捡回家 秦来最好的大夫为你调伤 自问苏家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闭嘴 要不是因为你们把我捡回家 我爹怎么会找不到我 我本来可以是秦家的大小姐 都是因为你们 你在我苏家又不是秘密 他若真想找你 怎么会找不到 你闭嘴我爹怎么会骗我 他连他自己都骗 骗你就能怎么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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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 现在你我手上都有人是 不如交换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一个草包之父 哎 你杀便杀了 正好省得老夫灭口 哈哈 至于这个苏建家 哎 你当我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心思吗 啊 什么什么心思 我和太子殿下 那是纯纯洁洁的男女关系 你不要胡说八道 你别推 走 独家一家子凑不出二两脑子 一家子蠢货 都说情比金奸 哈哈哈哈 今天我倒要看看 是怎么个奸法 好 如你所愿 啊 说下 天 天下 说天下 啊 小狗就回来救你们了 啊 爹 你不是说过不杀人的吗 烧蟹平时对我挺好的 哦 那你也下去陪他吧 不过是花年生的野者 也配做我勤征的女儿 不自量力 如果有以后 我娶你来一双 不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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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小狗 小狗 你醒醒啊 好不容易把你给救活的 你不会就这么挂了吧 只要你醒过来 我做什么都可以 就算你下辈子做就做麻 我也更早给你吃 那既然什么都可以 那就以身相许 行 可是让你吃这么大 可以不好啊 嗯 你醒了 你醒了就不要 你也太好了 怎么醒了也哭啊 被瞎坏了 对 对啊 我很怕你做鬼传着我 我烤了鱼 你先起来吃一点 叮叮肚子 你这是 我有点大 我讨厌有点大 等一下 死了 小狗 你这是怎么搞的 我 我刚刚趁他们不注意 偷偷跑出来了 等一下 你没事吧 等一下 我们快走吧 这里太危险了 他们还在搜山呢 把两个东西 我过去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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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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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是不是看错了 这哪有人 这边这边追 这边有脚印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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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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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胖啊 啊 天下你请住啊 天下 天下你千万不能 天下都在自己草啦 天下 哭什么哭 人没走也让你去哭走了 小狗 天下 不是 你你你真走啊 你去哪儿啊 还是好痛 啊 天下他 哎哎哎哎哎 他怎么样了呀 啊 你身上有钱吗 啊 看病需要钱 我们回家也需要钱 你先看着他 我出去想想办法啊 嗯 还有一个女孩子加加的 有什么方法赚钱 还不行 啊 苏大小姐 我对不起你啊 啊 太子天下 这上次不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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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荒郊已领的 受哪儿搞钱呢 嗯 久了 你怎么叫车的 哎呦 我的腿 哎呦 哎呦 爹 爹 爹 来人了 许这也太拒绝了 哎 你怎么驾车的 我的腿 怎么别 别 来人了 你们俩王子呀 猪神变了 哎 首次创意失败 人家苏万语穿书 上山打猎什么野猪野鸭穿身甲 什么人身灵芝和手屋都手到擒来 我要不要也去试试 说不定我真是个经理呢 说个女官 小米人 发什么呆的 是不是 在想青狼啊 咱哥俩啥子啥个尿 都能碰见这样子的美人 何兄 这回你可不能独享啊 何兄 一起 一起 小米人 你笑什么 兄弟两位也独享 有点受鼠肉惊了 别的说 我以为是结理体质 我这整个就是鸡渣体质啊 走到哪都能碰到人家 表美人 你别躲 乖乖让哥哥结个四 结色哈哈哈哈哈哈哎 那 我结个财你们也不介意吧啊 我来了 你先吃点东西垫肚子 紧紧 紧紧快 来 喝点水 谢谢 哎呀 谢谢你了 等会我去顾车 咱们到镇子上看病 你再忍耐一会 先顾 这衣服 和这些颜色都是 哪里搞到吗 嗯 跟两个好事吗 帮你换的 嗯 一个女孩子 能有什么好物 四大小姐 她 一定是 啊 小姐 嗯 我用一道组的卷给她们换的 啊 没事没事别担心 等到了镇上 我租了一间房子 真的为你养病 你坐住就好了 不我多想啊 怎么有一种老四老七的积蓄感 我观小哥 外向强劲有力 我看药 就不必开 这 老先生啊 我觉得 不可以 再病几天 小哥有所不知 老朽家中进入佛祖 从小到大 没说过 那就别说 大夫 他的病 这难道他真的很严重吗 哎这 这大夫大夫大夫八月 算了 你别麻烦人家了 可是 嘿嘿 那大夫人还怪好的嘞 跟你说 你让太子殿下 想吃点啥就吃点啥 啥 啥 你别麻烦人家了 你别胡思乱想 可能啊 人家大夫 看我身体健健康康的 就不开药给我吃了 都怪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受伤 你放心好了 等回了京城 我就把那修炎老兔驴 救出来给你看病 一定能给你治好的 其实 倒也不必 你还想骗我 你哭什么呀 是在关心我 还是 谁喜欢你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呢 谁说你喜欢我了 你 我看看你的 肃小姐 这样真的可以吗 行不行的 你们站着镜子不就知道了 你别说真别说啊 等一下你看我 我就看看汤包好了没有 你别动 看看 你没闹不好 我给你修一修 哎呀你别闹 干这么事呢 我就闹 你這衣服怎麼回事 嗯 不怪衣服嗯 怎麼了我這個裝扮有什麼問題嗎 沒問題 嗯沒有問題就來比親一個嗯 我和殿下是變性蘇小姐就是變態呀 幹嘛呀害什麼兇嘛 現在又沒有外人親一個親一個 好什麼好 滿足你嗯 幹什麼呢李田 大人我這跟我家夫人 交流交流 犯法了嗎 大人是不是管得太寬了 老夫以自己的夫人交流交流 犯法了嗎 少廢話 公主捉拿要飯 為你呢 幹什麼的 要去哪兒 小老兒不才是個狼仲 應京都里大人的邀請 去京都問朕 我看你並不像太平 我是不是 狼仲 大人一事便知 好 小老兒啊 行醫三十八載 專制各種布局 你們 哪一個先來呀 我可沒這毛病 周四 你要不要看一看 我好得很 問你媽子看不看 說什麼呢 咱身體棒棒了 那 這 你去京城是給誰看病 你們兩個去那邊放風去 是 等等 你來細講講 我告訴你 你可不能告訴別人 放心 全村我嘴最嚴 全村人都可以作證 其實 是京都的 情害死 情害 是他 我中多大罪數 好 七十有五了 哥 你放心 我嘴 你很真的 放行 怎麼了 請大夫的人會比咱們先到警督 而且呢 文衛的士兵已經換成了他們的人 按照之前的計劃 我們很難進去的 那 我們三個人 在一起目標太大了 不如我們拼分三路 不行 我不放心 這麼大的人啊 有什麼不放心的 你說我放不放心 你這人怎麼老老抱抱的 殿下 你武功高強 一個人過關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以蘇大小姐的 聪明才智 你是根本不用擔心我 對呀 那 你要是不相信的話 不如我和小狗子先進城 然後 你再進去唄 哎呀 老王 這辦法不就來了 走 小狗子 有人帶咱進城了 叫 你被一聽人 人說不對 怎麼會站 啊 蛤 你沒事 我是 我是老王生間最好的朋友啊 我的生間好有多如雲啊 我的朋友 對對對 我還記得 那是個夏天 我們一起去 還會那個誰 最後我們還 啊 我記得 我記得 那是一個 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 繁星點點 星點點 別說了小王 你說 這老王咋就這麼走了呀 也不等等他的老朋友 是我爹的好兄弟啊 對對對 好兄弟 好兄弟 慢著 姐娘 您的帕子掉 哎哎 凶了 哈哈哈哈 好笑 爹啊 你聽說了嗎 太子丁下玉去了測飛 那可是天大的事 我怎麼會不知道 我跟你說啊 那張家的雖然是庶女 但是與太子殿下 那可是輕微竹馬 你 慢點吃 你這孩子 都是你的 沒人跟你搶 妹妹 咱老爹的事怎麼樣了 哪呢 太好了 太子殿下 這會兒應該已經進宮了 賬本呀 也已經盛上去了 那就好 娘 你就放心吧 按照流程 爹明天這個時候 就應該已經出來了 哎 和你一起去的那個 說話怎麼沒回來 是不是出什麼意外了 確實是有點意外 他竟然是一個探子 叛徒 不過 之前也真是沒有想到 看來府里是真的該查一查 不過 娘 我今天有點困了 不如我們明天再說吧 啊 啊 嗯 誰呀你 剛回京 總不去找你的青梅竹馬張瑟菲 我剛出公 連自己府上都沒有回呢 就過來找你了 你就這麼對我 偉心 只要有些沒事 我幼年就患上了寒毒 從小啊 就纏綿病榻 哪有什麼青梅竹馬呀 平日裡 陪伴我最長的 也就只有床上那個青絲綿枕 真的 只有一個枕頭 小果子可以作證的 那我明天就去看看那枕頭 是公還是母 哎 這樣吧 都這麼晚了 不如你就在我這兒睡吧 我去給你拿一床被子 你就睡在我的耳房 這 咱倆還沒有成親呢 這樣 會不會不太好嗎 嗯 我認真思考了一下 我覺得 你說的對 好 爹爹回來了 嗯 是大將軍 太子殿下一早就把大將軍送回來了 現在兩人啊 正聊得正歡呢 他們有什麼可聊的 不會吧 為什麼我想的那樣吧 太哥 我家小女 從小就要強 你不知道 那小時候被一支大功劍啊 追著咬了三年 那是屢敗屢散 屢散屢敗 那有一次 差點就掉進了 在坑里面 你怎麼不叫我啊 你說呢 還有還有 婉月小時候啊 因為太胖 卡在口洞里 出不來了 好想死 又一起的夢 你可知錯 主帮 二臣已經受了能力 這一切 都是秦太夫自作主張 朕沒說是什麼事 你卻知道 朕說的是什麼事 看來你自己 也知道自己有什麼事 朕原諒你最後一次 這樣的事 朕不希望再發生 兒臣遵舉 皇兒怎麼樣了 你父皇有懷疑你嗎 父皇的心思如海底針 誰知道他怎麼想的 聽說太子要蘇家聯姻了 你又失去了秦太夫這個助理 這可怎麼辦是好啊 那咱們就釜底抽薪 讓那個冰秧子聯不成姻 太子那邊已經按照你說的辦好了 只要他與張策飛圓了房 那孩子的事情就已經說不清楚了 可是這太子這幾日天天不回府 張策飛連他的影子都見不到 太子那行不通 那咱還有蘇家 你是說蘇家小姐 我正好有個合適的人選 哎呀 這今天把我累了 不是兒子 這京城的東西他也太貴了呀 就你那點瘋子啊 不到半個月就花沒了 哎呀 這也不知道這蘇大小姐 他什麼時候過的 要我說呀 差不多就得了 你也別跟人家較勁 哎 你要說的是 他前兩天打了我 這幾天也一直沒見他出門 想必 再咱比門撕過 那我 我去給他個台階下 這就對了嘛 這顯得我兒子多大怒啊 哈哈哈哈 呦 石大人 好久不見 哎哎哎哎哎哎哎 兒子 這三王子找你幹什麼呀 他是不是要重用你 那是自然 哎真的 哎呦 哎呀 感謝老天爺啊 感謝三王子 真是慧然是優雄啊 哈哈哈哈 你好 要說 咱真是新小市場 三王子 也同意我去蘇家大學在過門 說來 這蘇婉月雖然粗魯一點 但不論家是 還是長相 在京都貴女都是一等一的 哼 那 也是勉強能配上我兒子 哈哈哈哈 哈哈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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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王子的意思是 讓咱們使用手段 把蘇婉月給拿捏住 哈哈哈哈 那是啊 三王子啊 他根本就不知道 這蘇婉月呀 對你有多痴迷 放心好了 這事啊 女人是最了解女人的 那蘇婉月真是的 哎呦 哎呦 對你呀 這痴迷的 五三招 呵呵呵 放心 今兒子這事啊 十拿九穩的 高媽試試 呦 這是西客呀 哎呦 我今兒來呢 就是來談兩個孩子的 灰神啊 前些日子呢 這蘇婉月呀 和我們家使客呢 也鬧了一點 不過呢 我們家的使客 他肚子兩大 哼 不敬酒 不過呢 這個聘禮呢 就免了 這也是對 蘇婉月的一種惩罚 你說啥 你也別不樂意 啊 這兩個孩子啊 成婚之後啊 我們可就是一家人了 這呢 也是我們 史家做最大的樣部了 這一家人之後呢 嗯 這裴家 就一套四勁的院子 再加上一萬兩黃金 你也別嫌我要的多啊 這一萬兩黃金呢 那也是給你們家的張戀是吧 這是萬里挑一 屁的萬里挑一 姓屎的 是不是我直接打你打的球啊 讓你生出這樣的妄想 你 你 怎麼這樣呢 你 哎 你不是來談婚事的嗎 來 跟我談 只要你兒子扛走 我沒意見的 我可告訴你啊 兩個孩子婚事 那可是三皇子定的 不是你想說 成就成 不成就不成的 三皇子是你爹啊 就算他是你爹 那也不是我蘇婉月的爹 我蘇婉月的親世 什麼時候需要 三皇子來仇恨啊 姓屎 我告訴你 我的親世 三皇子做不了主 今天我就讓你長長 記 哎 太子殿下 駕到 太子駕到 太子殿下 立刻給我們旅家做主啊 這蘇婉月他仗勢欺人 他還打人啊 你給我們做主吧 哎 哎 下次打人的事 讓下人去做 就髒了你的手 髒了手 也比在那看見惡心人強 不是 殿下 苏大小姐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能有什么意思呀 一回京都就听说我娶了侧妃 别说是她了 就连我都是侧手不紧 哎呀 张家那个庶女每日求见 她来的不嫌烦 我懒得都烦了 我就应该学婉月的 直接弄死 清静 张侧妃求见 不 这里是说草草草草草到 不能脱了 今天必须拿下胎子 进来吧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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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您在忙什么 几日不见 想要死吗 殿下 殿下 这这这这被刺刺刺刺刺流血了 那可真得好好找个郎州 好好地看一看呢 父皇 您把儿臣召来又不理儿臣 是不是又听了黄兄说了什么话 您难道又要因为黄兄的一面之词 冤枉儿臣吗 张侧妃流产了你可知 父皇您可真会说笑 黄兄的侧妃 怀不怀孕我怎么知道 在您眼里 我就是个婚君士吗 当然不是 不是 那你为何一副被冤枉的表情 你是不是以为 你和黄贵妃的谋划 朕不知道 哼 我只是顾及着父子之情 不愿意拆穿你 而且 我要他要称皇称帝 必须要经历这些才能成长 所以 只要不过分 我从不阻止你们去伤害他 所以父皇 您这是在告诉我 您一直都在看我的笑话是吗 你干了那些 难道不是笑话吗 一个与人勾起的庶女 回了身子 塞给自己黄兄 女人后宅的那点阿杂手段 被你堂堂三皇子用得淋淋尽致 这还不可笑吗 父皇 儿臣今日斗胆问一句 您是否考虑过让我继承大痛 不是 在那娘害死我的皇后之前 我是有相关 可 可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啊 那只能怪你命不好 来人 带三皇子肖酌义 去宗人府翻行 今日为家宴 诸位不必紧张 今天朕 是一个武功的父亲 这就是一场武功的敬婚宴 嗨 你不早说 我都端半天了 你这样 哎 哈哈哈哈 我早就叫人把桌子给盯死了 看你怎么转桌 哈哈 你们一家人倒是其乐融融 有没有想过我来做人负责什么滋味啊 历子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猜我要干什么 这从小就叫到你三四而后行 我就问你 今天的事 你想好了吗 一旦走出这一步 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我堂堂皇子 已经被贬到多人辅食了 我还有什么退路啊 你 好 这今天就坐在这里 你看看 我倒要看看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别让我敢 怎么 还不动手 反悔了 谁说反悔了 肖卓义 他可是你父皇 是你血脉相连的父亲 他是你父亲不是我父亲 他如果把我当儿子的话 为什么不把黄伟传给我 为什么不把黄伟传给我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问回你自己 你看他那些 这叫什么事 装装剑剑 哪一个不是杀奴的大罪 住口 这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 我再给你 最后一次机会 不用了 哎 哎 闺女 我拿下 我 你们 我 我 这 儿臣是被鬼迷了心窍 这 谁给我的包啊 我 我 儿臣知道错了 这刚才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说我不要的 对 没人啊 在 是 将三皇子贬为庶人 逐出京城 三皇子 把身体到头了 父皇 好 皇儿他 他已经被贬为了庶人 此时 应该已经离开京城了吧 你好狠的心 他可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我的心有你狠了 薄瑶也是我的亲生儿子 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对他的 薄瑶薄瑶你的眼里只有薄瑶 你可曾顾念我和卓宜一芬 我 如果我不顾念了你 那就不会流活到现在 你是他的亲妹妹 他这么宽和 一定不愿我杀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也为他 祭祭福吧 你驱逐了我的儿子 那你的儿子也别想得到幸福 杨阳 你也看到了 她还是执迷不弱 王贵妃娘娘 大驾光临 有何归干呢 我不是来看你 我是来看苏婉月 顺便告诉她一个好消息 婉月受了重伤 正在休养 不宜见客 王贵妃娘娘 请回吧 我儿虽然被贬 但只要陛下一日未下尺 我就还是王贵妃 就凭你想担住我 王贵妃娘娘 你别欺人太甚 我闺女磕伤了头 正在昏睡 你 是吗 那就更要看看 王贵妃娘娘 苏婉月你别装了 我知道你醒了 我来就是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的好姐姐临死前 给了我一张扣白的一尺 本来还想用她保命 现在想想 你不是和肖伯瑶两情相悦吗 我就偏要拆散你 给她和别人伺候 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 不让太子娶过闺女了 那可不行 我闺女为了救太子 撞破了脑袋 现在变傻了 太子就要把她甩开 没门 我闺女就算变傻了 她也必须得娶 否则她就是忘恩负义 你说什么 闺女啊 我的闺女啊 闺女啊 我可怜的闺女啊 我什么时候傻的呀 闺女啊 我的闺女啊 王贵妃她真的欺人太甚了 好可怜的闺女啊 我的闺女啊 我要脚袋子 我要加太子 傻了好啊 好好好 现在就给你和太子赐婚 今天是什么大喜的日子啊 鬼鬼鬼娘娘 今天是太子的大婚 哎呀 真是可惜了呀 真想去看看 那是什么样的盛世啊 不知道太子娶了个傻子 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啊 太子殿下驾到 怎么了 太子殿下你是来感谢我的吗 我自然是来感谢贵妃娘娘 若是没有贵妃娘娘 没有贵妃娘娘为我和婉月赐婚 我怎么能娶到我心仪的女婶 别装了 小薄瑶 你指不定心里怎么记恨我 即使你将来当了皇上 也是令人耻笑的皇上 因为你啊 娶了个傻子 是吗 我不是 我是这样的 你不是傻子吗 是呀 可是你猜怎么着 你下完私婚旨意 我就好了 你说记不记人 你 你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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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